字幕提供 大家好 我是Data數據君 我是小豬 今集我邀請小豬來吃酒店自助餐 這間酒店我日來見到很高級 它就叫做碎吉酒店 這間酒店的景觀非常好 因為它在95樓 只吃個景在這裡 在這裡吃自助餐 硬件其實真的不錯 還有它今天是有個優惠 兩位是488元 這個價錢是限時秒殺 平均一位是244元 質素如何呢 你試一下才知道 碎吉酒店就在KK Mall 就是在大騎遠站這邊 現在我們先講講交通路 這間酒店我們在大騎遠站 B出後出 去到前面就會見到隧道 去到前面就會見到酒店入口 進去之後就上一層 上一層之後再搭電梯上去96樓 見到這個環境真是很美 不吃東西在這裡都是益眾享受 老師你畏高嗎 不畏高 在這裡吃飯不畏高 那你稍後過去拍一拍 我有少許畏高 小豬 真的不害怕嗎 小豬 真的不害怕嗎 小豬 我們剛才在這裡拍照 時間差不多了 所以我們就來一層去吃東西 走吧 我們就準時一小時入場 來到之後就到處看看環境 拍一拍 說事實 入到這個餐廳 真的覺得很美 一個字是美 我以為你說不美 你說那麼久 美得是很美 不過比我想像中 它的座位又不算很多 主要是兩邊 但景觀就真的無敵 不過我們今天就沒有訂位 所以就坐不到窗口位 這樣就會差一點 就看不到外面的風景 嗯 環境就真的非常美 不過它有個小問題就是 外面就太有光 裡面就比較暗 那個光對比太強 但無論如何 我們也對環境是非常滿意的 就是在這裡吃東西 一定是一種享受 這次我買的就是 商人平日自助午餐 限時秒殺價錢是488 即是人均是244 星期一至五就可以用 時間是12點吃到2點半 每位都有龍蝦泡飯 那現在我去介紹一下 製作餐有什麼吃 葉盤它選擇很多 但我感覺它葉盤的菜式 不算很名為 略為有少許普通 但它做出來覺得是比較精緻的 所以它的樣子賣上是不錯的 嗯 有羊扒 有羊扒 黃花魚 德國腸 還有豬手 這個羊扒我看到是特別想吃的 前菜有五款 款式也不算好很多 還有一些刺身壽司 但刺身我覺得不太好看 賣上不可以 不可以 而且一款也不多 另外還有幾款點心 還有很多款湯 剛才我喝 中湯西湯都有 有的 我覺得飲品這裡是比較少的 真的比較少 但它有些雞尾酒很漂亮 它自己調好的 雪糕有好幾款 看起來挺高級 其實我又看到它的甜品 真的非常吸引 我覺得整個自助餐的食物 最吸引就是甜品 不過豬老師有一點點病 雖然今天也有一點不舒服 但我也會試一點點 那你就要遷就自己了 這裡的自助餐 款式不太多 但做得比較精緻 還有這個價錢來說 就算是很好的 人均只是244元 再加上它的服務也非常好 豬老師我們喝杯雞尾酒好嗎 好呀 乾杯 這杯沒有酒精 真的沒有酒味 喝到似果汁 但我原來覺得比較坦 其實我選這杯雞尾酒 完全是因為養名 就是喝到一半半 一半半 現在我們先嘗嘗這個芝士腸 有些煙燻味嗎 有一點 也有些芝士味 不過這個芝士腸比較硬 有一點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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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就嘗嘗這個德國香腸 有 看看有沒有驚喜 有一點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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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兩種香腸 一個比較硬 一個比較軟 但是味道也不是很好 一般一點 我現在就嘗嘗這個鐵板燒的羊扒 我看到有很多人拿的 煎的時候很吸引 整排一起煎的羊扒 氣勢很厲害 真的厲害 它的羊扒會比較細一點 而且我感覺到羊扒不算很肥 我覺得算可以 但它的酥味也比較重 你受得懂嗎 我受得 但有些人會加些黏稠粉 還有它是比較乾身的 但不算很硬 然後又是鐵板燒 鐵板燒就是黃花魚 其實我對黃花魚的要求很高 很高的嗎 因為我覺得做這些魚 很多地方做的味道是一樣的 有一點鹹味 煎得比較焦 比較脆 正如你所說它有一點鹹味 表面就煎得有一點脆 但我覺得比較硬 魚肉的味道也差點 每次你吃飯一定會喝 嘗嘗這個湯味 我看到的料都挺多 不過份量不太多 這個粽子比較小 可以再拿嗎 味道 有一點鹹 但如果沒有這麼鹹 會更加好 可以的 現在去試一樣 我就很有興趣 是朱老師拿的 嗯 洋蔥焗土豆 是 土豆呢 我覺得也不算很特別 但有洋蔥焗就想試一試 我覺得有些好像吃那些 护爛菜那樣的味道 它有很輕微的辣味 嗯 皮會比較硬一點 裡面有些薯仔 其實挺有趣的味道 所以朱老師這次來拿 我們時候餐每人有一個 就是龍蝦泡飯 份量比較少 嗯 就是這道紅牙字的食物 原來這個是飯來的 就是這麼多 還有下面的汁 龍蝦泡飯 吃之前就要拌勻 我覺得這個味道不錯 因為它的表面是脆脆的 有種泡椒的感覺 對 泡椒 但龍蝦比較少 嗯 還沒看到有龍蝦 是 但這個味道真的不錯 好吃又好吃 但我覺得不需要限量 限量 因為沒有什麼龍蝦 對呀 對焗 有些味道 我們喝第二杯飲品 這個就是 白香果橙汁 嗯 都可以 但我覺得甜點會好一點 現在我就試一試這個 芝士焗泡 不如用比較細小 比較細小 吃到味道都可以 現在我們就試一下這個 冬蜂螺 這個分這麼大隻 對呀 你不用蘸醬 蘸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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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很辣 這個冬蜂螺 這個質素不錯 嗯 我覺得這個一定要醬醬 醬油和蘿蝦很棒 現在就試另一款海鮮 這個海鮮就是 螺子蝦 其實我看得漂亮的海鮮 我才拿 是嗎 剝殼也有這麼多肉 嗯 看得很新鮮 嗯 感覺不錯 都放口 都不錯 肉質至少很正 嗯 蒸的和白斜 這些海鮮是比較穩陣的 這個就是紅棗 樣子整個花 是特別漂亮的 質地是不錯的 很Q彈 感覺很Q彈 我感覺你挺喜歡的 是嗎 好吃 它夠甜 它很Q彈 但我吃起來 有點像那個 勃仔菊 嗯 是 好像是勃仔菊的感覺 嗯 現在我又試試甜品了 是你最興奮的環節 這個甜品做完真的很漂亮 我的更漂亮 這些甜品就是馬上切的 一個大的蛋糕切出來 嗯 我就試了一個朱古力味蛋糕 我就試這個香草辣妹味 還有一個抹茶味 抹茶 很甜 很軟 蕉仔菊味 我會覺得很好吃 這個軟的味道 真的好吃 真的好吃 有些脆的味道 隔著這個蛋糕 很差 很差 沒有什麼驚喜 比較穩陣 現在又到了我非常喜歡的環節 就是吃這個雪糕 我就拿了兩款口味 現在試一試 這個雪糕也挺好吃 我現在比Harkandise好吃 最後我們每人有杯咖啡或者奶茶 我選了這個Cappuccino 我就選了美式咖啡 來 乾杯 比較濃 適合喝 適合喝 我那杯Cappuccino好像沒有加糖 沒有加糖 但也挺有的 今餐我們又吃完了 總體來說也算滿意 我也算滿意 雖然食物質素是中上 否則也不算很多 但是看到這個環境 就是 值這個 值這個 昨天今次吃自助餐 還有一個好處就是 人不算很多 我沒有上次吃晚餐 就開始這麼迫 另外一個地點都很好 就是KK Mall上面 如果大家喜歡高空酒店自助餐 對環境要求又比較高 這個自助餐就非常適合 大家要留意 這個價錢就是限時了殺價錢 今集我們就介紹到這為止 下集我們會介紹其他地方 多謝大家支持 下集見 拜拜